蔡许坤去年从选秀节目出道后就成为了顶级流量的代表 不久之前更是和天王周杰伦PK起了流量 只不过周董虽然赢了超话排名 在2019年华人歌曲颁奖典礼中却输给了蔡许坤 这一次的音乐盛典让大家时隔六年后 再次看到周杰伦林俊杰合体同台 比双接合体更让人意外的是 蔡许坤一举击败在座的各位华语乐团前辈 一人之力包赖了三个音乐大奖 其中包括当晚最具重量级的大奖金曲奖 而拿下华语金曲奖的竟然是一首英文歌 Wa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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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许坤上台表演这首歌时 周杰伦更是一脸冷漠 看不出什么祝贺的表情 许多网友质疑奖项的公正性和含金量 嘲笑到一直Wait Wait就能拿金曲奖 那我打电话Wait Wait岂不是厉害死啦 不过有悉心网友发现 蔡许坤的这个金曲奖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金曲奖 只是某平台旗下的华歌榜 一部分是投票制 一部分是媒体推荐 和被誉为中国格拉米奖的中国台湾金曲奖不可同日而遇 这次颁奖看起来更像是场闹剧